我们说嘴巴是别人的 人生是自己的 能够把事情看透 你就明白如何的来进行 人情看透 你就明白该如何的相处 关键在这里 一个人要把事情看透 怎么那么容易呢 所以我们孔子讲了一段话 说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知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而重新 所以不预举 说明一个人 要到五十岁的时候 才能把事情看明白 看清楚 请问我们每个人 都要等到这个时候 我们要犯了多少的烦恼 跟多少的错误呢 所以怎么办 那当然 这就要懂得 不断地去散学 所以学习才能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视野 让我们在整个世界上 看透了很多的事物 看透了很多的事物